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家布置装潢 阅读玩乐的时候也大量使用LED照明 LED最近几年是越来越普及了 它广泛运用 带给人们生活许多的便利 科技到台湾不但是电脑生产大国 也是全球LED产业重镇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LED相关应用 绝大多数源自于台湾 今年刚出入的台湾精品奖 就有许多LED相关的照明产品获奖 这当中最受人瞩目的 就是这一款充满美感的灯具 最早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形状是一个曲线的S型 我们本来就看得像一只鹤的造型 所以大家可以取这个造型来做这支灯 优雅的姿态 俐落的线条 原来台灯这么频繁的产品 也能够有这么独特的形象 把灯头弯下来 原本昂首的鹤 马上谱成一曲C大调 与众不同的设计让人折服 精品奖拿得真是实至名归 小小的台灯 背后是庞大研发团队 跟高超制作技术所促成 弯曲的线条 完美的接头 充满质感的烤漆 各自有他们的技术门槛 因为你会看到这个曲线 跟这一边的区域衔接的部分 好 瞬间的部分 这个凹的这个弧度没有符合 而且它上面还在这个 每一个转弯的弧度的部分 要保持一样的厚度 然后在烤漆的部分上 可以看到烤漆部分 在整个折角 转角的部分 它有一些在做的时候 会有一些均裂的现象 那我们这会对这个厂商 这边会特别要求 来来回回跟协力厂商 磨了很久的还有材质的问题 台灯的灯头设计很薄 取其美感 这么薄的灯头里面 要放入LED芯片跟排线 散热的问题就得先解决才行 于是只能够采用成本比较高 质感也能切合设计原理的铝合金 因为整个的要求上 我们看到整个要求的平整度 整个要求平整 那因为你要有一个空间在里面 所以整个的铝合金 你有一些热铝也在设计上 就必须要撑得住 不然的话在这压柱上它会变形 台灯对于光线的明亮度以及稳定度是最讲究的 设计师给了这个台灯比一般LED台灯小的灯头设计 所以要怎样适当运用LED来达到理想的状态 这当中有很大的学问 在前面的一个光学膜的部分 没有特别做出 不然的话LED它因为它是属于颗粒状 所以你当你打到这个桌面上的时候 在乐园上你就会有产生一些 如果你光学做不好会有些鬼影 就是会互相重叠影 其实对人的人眼这个部分的话 你就会有些不舒适感 或是会有些炫光的产生 要让产品迈得动得有诱因 聪明的台湾厂商开始想 怎么帮LED台灯创造更多元化的使用方式 让消费者乖乖掏钱买 于是台灯的光线设计成这样 可以很亮也可以调暗一点点 或是直接把它当成小夜灯来使用 这么一来不看书的时候 它就取代房间里的夜灯了 以前的台灯大概就是一个灯泡装在里面 那你开它就是亮 不然就是暗亮 那好一点的灯 它就是可能做一个小夜灯或是什么方式 那在这个部分因为可以充分用到LED 它的其实基本上LED是一个点光 它蛮亮的 我们可以说你在这个环境上桌面上 当你想要放得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开亮 那其实实际上人在读阅览的时候 看书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最适当的光源 而且说它不需要这么亮 所以我就把它切在第二段 那这样子就是使用者在用的时候 你想要照整个桌面找东西 OK 可是当你想要在整个环境比较暗 我要看书的时候呢 你可以就是切到第二段 那我就很舒适在看 放进多一点的创意就能给予产品新的生命 这是台湾精品的精神 所以这个台灯在海外一上市就热卖 在日本跟意大利的销售状况尤其好 今年三月份日本地震之后 节能环保意识高张 这款台湾精品登具成了强首货 现在生产线日以企业赶工 就是在改日本的订单 我们这次台灯所有东西 怕只通过在台湾生产 我们不管像有些厂 有些厂就是可能是大陆进一些东西 然后在台湾这次组装 或是台湾自己的测试装箱 就是说是metting台湾 那这次台灯我们完全就是在台湾自己组装 那所有的零件的厂商都在台湾的厂商 到地的MIT 威力蒙把LED灯具的研发制造 全部留在台湾 问他们为什么 原来是公司方面评估过 整个产品从模组 元件到组装都有一定难度 把它放在台湾生产 可以随时跟协力厂商讨论 有助于产品研发跟生产 而且台湾的员工素质整齐 让产品的良率大大提升 其实威力蒙最近几年 才跨入LED照明领域 短短时间内 异军突起相当难能可贵 他们最在行的是CCFL 冷音级灯管 像是监视器 或是电视后面的发光源 早期用的都是这种冷音级灯管 他们在这个市场是先行者 技术层次已经成熟到 可以把CCFL运用在层板灯上头 今年他们获得台湾精品奖 另外一款产品层板灯 就足以展现威力蒙在这个技术的产业位置 那以前的层板灯 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都是用 气体放电灯 一般气体放电灯 可能是T8的灯管 或是现在我们T5灯管 这种层板灯 其实它有一定的厚度 一定的厚度 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很简单 那这支灯管其实蛮细的 这支是我们现在 大概5Fi的 5.0的 5Fi的灯管 那我们想 有一个过程是把它做成 类似一个发光源之后 那在很多的这个橱柜 橱柜上面他们需要去点亮之后 我在客户在使用上 其实你看到它相当的薄 相当的薄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藏得更隐密 那可以节省更多的空间 层板灯是室内设计装潢师 最喜欢用的灯管 它是隐藏式的灯源 等于用间接光 营造居家的气氛 相信很多人家里都有用层板灯 层板灯如果可以做得越薄 室内设计师 能运用的空间就越大 它在室内装潢方面 是很重要的灯具 威力浓的层板灯 能获得精品奖评审团的青睐 超薄灯管是关键因素 如果以相同规格 照明产品来说 这支层板灯的薄度 的确是到了技术上的极限了 那整个厚度跟薄度要求 我想想这来来回回 我们这个整个设计 大概老板大概不满意 我们也大概会来弄了 大概三次左右 再退 一直退 退我们的设计 所以到最后才定调是这个样子 那也让客户去看过 那一些反光层的部分 也是要特别去强调 跟LED比 好像会觉得冷音级灯管 有一点老扣扣 不像创新的科技业 应该比较像传统产业 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像是要把灯管做到这么薄 就得靠很有经验的老师傅 去调整火候 才能够烧出品质这么好的灯管 这个部分它会 因为烧完之后有些热硬力 你是不是要怎么处理 或是你要怎么样制作的时候 让它硬力是最小的 那未来我在点灯的时候 它不会爆开 不会裂开 那这就是一个技术 也就是说 它是结合功力跟科技的产品 所以威力盟很自豪地说 CCFL领域 还是要叫他们第一名 那像很多后进的厂商 也许我们刚开始 其实威力盟刚开始 在台湾是第一个先做 那做出来之后 我们跟日本厂商这边合作 研发一些新的机器概念 那有的后续后来才 它就是可能就直接买的机器设备 那那个都是已经经过 我们跟他们讨论的新的机器 可是做出来之后呢 刚才讲到 那它有一些是在烧火的路程 其实火的调整上 是蛮活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可能大家觉得 就联火就是这样 可是在火上面的调整 每一把火的这个温度跟深度 其实那很多要快些经验 去调整它 那节能吗 如果跟LED比 自然是不能比 但是跟一般常见的 气体放电灯比 气体放电灯使用的寿命 大概是3000到5000小时 而威力蒙CCFL层板灯 可以用上5万个小时 就使用寿命来看 则是大大的胜出 灯具耐用就能减少更换的频率 所以某种程度 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不过LED是潮流 接下来威力蒙 也想要挑战高难度 研发超宝的LED层板灯 LED是一个点光源 那我们要怎么把它 做成一条线光源 让人家看起来比较舒服 其实这是有一定的 光学设计的难度 对啊 那像我的灯管 就是它原来就是 一只长形的灯管 所以它点出来的光源 就是一条线 那LED它更能 它是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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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把这每一颗光源 透过一些二次光学的设计 让它变成连续光 基本上你在整个 模组设计跟光学设计上 其实要花更多的细细 LED照明领域 最近几年有许多业者加入 整个产业充满活力 一般认为 明后年 应该有机会出现重大突破 除了台灯 层板灯等产品 推陈初心之外 像是更节能的灯泡 大角度发光的灯具 接近鲁素灯 效果的投射灯等等 都会陆续问世 新的时代 我们会从人的角度去看产品 而不是从产品去看产品 从技术去看产品 当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产品的时候 再把技术拉进来 这样就会有好的产品去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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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